不杀手 有的人想走快 他走不快 过去管没梦 叫做饱受关 凡是血脂高的人 和年龄大的人 家严姐眼泡大 血管可心 高档 传遗传性的 八脸多呢 经络带的特别不舒服 血脂过高 心脑 血液供应不俗的表现 你是否也陷入了 高血脂的拳套 胖人和瘦人都有可能得 但是呢 胖人多一些 乙磨 二看 三宽敞 中医四诊便健康 我就把他的照片拿来一看 心脏的色部 界限分明的是清黑的 什么原因死的 降脂血 降脂影 中医妙招来帮忙 李时珍曾经说过 人身补气最好 三七补血 养血最好 那么三七花呢 它是可以降血脂的 本期大一本草堂 特邀首都医科大学 主任医师 王洪摩教授 教您通过色沾 降血脂 精彩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山东卫视大一本草堂 我是主权思佳 本来母游用于风湿泪风湿 颈椎腰肩盘的草清华 一心厨师指动胶囊 冠名播出 本来母游观儿童的 笔直高药液 特约播出 那我们通常说三高啊 就是高血压 高血脂和高血糖 在前面几期节目中呢 我们和大家都说了 高血压和高血糖了 最后一个高血脂 首先来问问两位嘉宾 对于高血脂来说 二位有什么了解吗 我听说这好像是一种富贵病 通常一般高血脂的人 就是胖子居多好像 但好像也不全都是胖子 才可能得高血脂 有一些比较瘦的朋友 比如说像我 我觉得也有可能会得高血脂 你这么瘦 像你们瘦人 连脂肪都没有 怎么会有高血脂呢 而且高血脂好像听起来 不是那么的可怕 对 但是如果没有及时进行治疗 它的并发症 有可能会危险到自己的生命 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呢 也有了一个小小的分歧 一位觉得只有胖人 才会得高血脂 一位觉得瘦子 也可以得高血脂 到底高血脂 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 我们又该如何预防 和治疗它呢 马上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 他就是首都医科大学 主任医师王洪摩校授 掌声有请 欢迎王教授 你好 王教授你好 王洪摩首都医科大学教授 主任医师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 诊断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老年保健学会养生专家 王教授 开场的时候 我们和两位嘉宾 一起讨论了一下 想问一下您高血脂 到底是只有胖人才会得 还是瘦子也有可能会得呢 实际上呢 胖人和瘦人 都有可能得 但是呢 一般来说 胖人多一些 现在几乎肉变成一个主食了 然后蔬菜吃得特别少 所以现代人的这个高血脂 高发病率 是不是可以说 是跟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 有密切的关系 高血脂 主要的原因 就是进食的能量过高 但是得不到消耗 于是呢 血脂或者是脂肪沉积在我们身体内部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我们的饮食结构在迅速地发生着转变 原来吃草 吃草籽 对吧 麦子 骨子 什么都是草籽 突然间变成吃肉了 就等于是绵羊 突然间要变成狮子了 可是绵羊的身体还不适应 突然间变成狮子 让它整天吃肉的话 那么它消化不了 消化得了之后吸收不了 吸收得了之后消耗不了 于是就沉积在我们的身体内部 所以这是造成血脂增高 而且普遍增高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血脂包括四种成分 第一种成分是胆固醇 第二种成分是甘油三脂 第三种成分是高密度脂蛋白 第四种成分是低密度脂蛋白 这四种成分里边 除了高密度脂蛋白 对我们人体是有益处的以外 其他的三种 对我们人体都是有害的 所以这种情况在医学上 就叫做高脂血症 高脂血症最后发展的结果 就是沉积在血管的内部 于是造成动脉周央硬化 不但硬 而且血管内部的管腔变细 甚至于形成血栓 于是就会造成新功能的失常 新的营养不良 造成心脏的失常 就会造成脑供血不足 发现脑洞风 还会造成肾脏的功能障碍 最后还会影响我们眼底的动脉 造成视网膜的失常 最后会造成失明 所以高血脂可以说 是造成心脑血管事件的 一个最基本的病例变化 原来它的危害还这么多 是的 高血脂虽是慢性病 却在不知不觉中损害人体健康 高血脂是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 除此之外 还会导致一线炎 以及肾脏方面的疾病 严重时会威胁生命 高血脂的产生和饮食习惯有关 因此高血脂患者 应制定合理的饮食计划 那么当高血脂出现哪些征兆时 允许身体内可能存在一些风险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咱们本期的话题就是高血脂了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于 高血脂的相关知识的话 也欢迎您散发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大一本草团的官方微信订阅号 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那这样我们也有个大屏幕的数据 一起来看一下 北大医疗它有几个分布 其中有一个分布呢 位于金融街上 于是呢 它就对金融街的所有的白领 进行了一次普查 2015年 调查北京金融街从业人员的结果 就表示了 凡是体重超重的人 男的占35.1% 女的占19.27% 高血脂的人 男的占26.52% 女的占19.32% 有脂肪肝的人 男的占37.67% 女的占13.66% 也就是说 目前高血脂已经成了中国人 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 所以要想要预防高血脂 就必须要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 是的 这比较简单 跟减肥一样就六个字嘛 管住嘴 迈开腿 对 那说起高血脂啊 其实呢 它在发病之前 还有一些征兆 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也总结了一下 来看一下大屏幕 血液粘稠征兆 这是第一个征兆 是吗 王教授 是的 一般说起来 凡是血脂比较高的人 他的血液比较粘稠 首先是脑子 血液供应不足 于是呢 他会觉得每天晕晕乎乎的 特别是每天早晨 我每天看病的时候 经常会有病人来跟我想 他说 我很奇怪 如果要说 我傍晚的时候 出现头昏头晕 这我理解 我累了一天了 我为什么睡了一宿觉 起来的时候到凡尔头晕 头昏头晕呢 这种头昏头晕 因为活动的少了 睡眠的时候 所以一晨起最重 等到过了中午的时候 稍微好一些 这是血脂高的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是午后犯困 这些人往往会觉得 如果中午要是不眯瞪一下 不睡一会儿觉的话 我简直下午和晚上 就没法过 没精神 对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下蹲的困难 这些人往往觉得 我如果站着的话 会稍微好一些 如果蹲下去的话 简直蹲不下 而且蹲下之后一会儿 头晕脑胀 就非常难受 第四个问题 就说明眼底的血液供应 已经不足了 会出现短暂的视力模糊 或者是复视 还有的人来了之后就说 王大夫 我怎么觉得我浑身重颠颠的 一点劲也没有 我什么都不想干 而且刚发生的事 马上就忘了 一点也记不住 这些情况都是血脂过高 心脑血液供应不足的表现 所以它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征兆 相当于我们身体的告诉你 主人我已经发生问题了 你赶紧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吧 对 主人请你多多关心关心我吧 是的 好的 这是我们说的 第一个血液粘稠的征兆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征兆又是什么 风险征兆 对 有的人在发生问题之前 会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 身体的提示 第一个提示 我们平常会发现 在路上走着的人 有的人走得很快 雷厉风行 风风火火 有的人想走快 他走不快 往往比别人要落在后边 这种人发生中风的风险 就比走得快的人要多 而且不是说多一倍 多两倍 甚至于多五倍 多六倍 所以走路快的人 比走路慢的人要健康 这是第一个风险 我们可以看我们手的握力 现在有握力剂 对 我们可以拿握力剂去测量一下 比方说原来我的握力是12斤的 突然之间变成了6斤了 突然间变成5斤了 那么说明血液供应不足了 为什么 血脂高了 第三 就是年轻人掉头发 可以这么说 现在年轻人掉头发是一个经常的现象 有的人说是电脑的辐射 有的人说是手机的辐射 有关系 但是更主要的是跟血脂有关系 和我们体内的油脂有关系 叫做脂液性头发 血脂越高 脱发的程度会越重 第四个情况 是眉毛脱落 过去管眉毛叫做饱受观 它象征我们的生命 一般说起来 眉毛的脱落有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从外边开始脱落 最后就剩一个眉头了 没尾巴没有了 第二个情况是眉毛逐渐逐渐变得稀疏了 所以眉毛的脱落 往往也是血脂偏高的一个因素 第五是眼检肿胀 凡是血脂高的人和年龄大的人 下眼检眼泡大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下眼检松弛了 第二个原因是人体的脂肪 没处堆积了 堆在了眼泡 堆在眼睛这儿 因为我们的皮肤有薄有厚 最厚的皮肤是在脚后跟上 最薄的是在我们眼皮上 因为它特别薄 所以沉下点东西之后 那么我们会明显地看出来 于是一开始是下眼检肿胀 然后是上眼检也肿胀 这往往是血脂增高的第五个真相 第六个 如果要是出现了突然之间心胸闷痛 大汗上吐下泻 这是血脂非常高 即将发生心脑事件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提示 这时候就必须得注意 王教授提醒大家 如若出现血液粘稠征兆与风险征兆 很可能是身体发出的信号 预示着疾病发生 一定要格外注意 那么关于高血脂 临床上又有什么诊断标准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红阳中医文化 汇聚权威专家 尽在大一本草堂 刚才王教授跟大家说了两个征兆 两种征兆 一种是血液粘稠征兆 一种是风险征兆 那如果有上述一些情况的朋友 可能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 其实关于高血脂的诊断 在临床上还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的 究竟是什么标准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如果通过观察 我们发现了自己高血脂的征兆的话 那么可以进一步到医院里边去进行检测 抽点血 那么看看血脂到底如何 一般来说呢 临床上检查 血浆的总胆固醇的理想值 是低于5.2毫米尔每升 临界呢 是在5.2到6.2毫米尔每升 过高是超过了6.2毫米尔每升 这是有临床数据的 血浆甘油三指的理想值呢 是低于1.7毫米尔每升 临界是1.7到2.3 那么过高呢 是超过了2.3 我们都知道中年以后 老年人的活动量是比较小的 所以呢 如果年龄已经超过了50岁 这个理想的值低于5.2 应当除2 就是不应当高于2.6 如果已经发生了心脑血管事件的话 也就是曾经发过中风 或者发过冠心病的发作 心脚痛发作 那么还应当低一些 所以根据年龄和体质的情况 是低的 特别是甘油三指 和我们的主食关系比较密切 所以呢 也应当低于1.0以下 是比较理想的 好多中老年人 他会说 他说 您看我的话音单上 没有往上的箭头 实际上呢 他没有把年龄的因素考虑上去 如果中老年人 应当尽量地 把自己的理想值 控制得更低一些 比较理想 这样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概率 就会更低一些 可以降低一下这些概率 是的 那王教授我想问一下 高血脂和体重有没有关系呢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看一看我们的血脂和身体的比例究竟如何 就是看标准体重 女性的标准体重和男性的标准体重是不一样的 女性是身高减去110等于公斤数 比方说他1米65高 那么减去110还剩55 那么这55就是公斤数 他不应当超过55公斤 他的体重 上下可以浮动10% 如果超过20%了 那叫过胖 一般来说 这种人容易发生血脂过高 这是女性的标准 那么男性的标准呢 就减去105 因为男性的肌肉比较发达 比方说 身高1米7 减去105应当是65 体重不应当超过65公斤 上下浮动不能够超过10% 那这样我们来问一下两位嘉宾 对照着这个数值也可以算一算 婉成应该是 远远低于这个标准体重的 对 远远低于这个体重 我是属于偏瘦型体重 对 那小钱呢 我胖了 之前是标准的 后来长了时间以后 就过了这个标准了 可能过了五六公斤吧 五六公斤 那应该还好 刚刚王教授说了嘛 10%上下浮动还算 还是可以的 你就不能再胖了 再胖就有这个危险 勾瘦就是风险了 所以大家可以每天 可以上个称 量量自己的体重 然后通过咱们这个 标准体重的这个工程式 可以来算一算 标准体重呢 是一般的老百姓 用来估算自己体重的一个标准 实际上在医学呢 医学上有一个更为严苛的标准 这是比较标准的 是什么呢 叫做体重指数 体重指数 等于我们现在实际的体重 除以身高的平方 怎么除呢 身高的平方 当我们知道自己的体重的时候 除一下自己的身高 再除一下自己的身高 就是你的体重指数 现在都有手机 手机上加减成熟是很方便的 对吧 于是呢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算一下 我们的体重指数 如果体重指数超过了25 超过的越多 那么越肥胖 这个时候 血脂增高的风险就越大 这个体重指数 比标准体重的标准 更为科学 更为严谨 所以呢 体重对于血脂的推测 也更为准确 大家都会发现一个现象 年轻的姑娘们 一个儿都非常苗条 但是呢 随着年龄的增加 会越来越胖 这个胖有两种胖 一种胖是均匀的胖 第二种胖呢 是局部的胖 局部的胖有两种 其中最典型 也是最多件的胖 是苹果形的胖 中间粗 两头细 中间哪粗啊 腰 腰粗 所以呢 就有一个非常好的标准 来测量我们的腰围 男士不能超过85公分 女士 不能超过80公分 超过的话 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病 我们还有一个更为严苛的标准 来看一下 就是腰围和臀围的比的标志 过去讲五大三粗 五大是什么大呀 头大 屁股大大 对吧 手大 脚大 三粗是什么呀 脖子粗 腰粗 脚脖子粗 那么 腰围和臀围的比 除了你要测量腰围以外 要和自己的身高有一个比例 一般来说 腰围应当比腿长 要小 腰围比腿长越小 越健康 一般来说 如果腰围和臀围比值超过一了 你的腰围和你的裤肠一样了 血脂高的风险就大了 高血压的风险就大了 心脑血管病发生的率就高了 所以我们平常完全可以估算一下 我自己发生高血脂危险究竟有多大 好的 谢谢王教授 王教授讲解过后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算一下 自己是否是标准体重 以及标准腰围呢 其实 我们身体上的部位 就是最好的检测仪器 不但可以辅助自己 排除疾病危险 还可以通过按摩穴位 起到降脂的作用 究竟有哪几个穴位 王教授带来的降脂影 又是由哪些药材组成 精彩继续 弘扬中医文化 汇聚权威专家 尽在大一本草堂 本来美由用于风湿类风湿 颈椎腰间盘的曹清华 一新厨师指动胶囊 冠名播出 本来美由关儿童的 笔直高药液特约播出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王教授 教给我们几个关于 降脂的一些穴位了 通过按摩哪些穴位 可以降脂呢 我们来看大屏幕 好的 第一个穴位就是后膝穴 对 第一个穴位 是在我们的手上 按着非常的方便 看 当我们把拳头 攥起来的时候 我们手掌的后方 会出现三道指 其中有一道指 会造成比较大的皱指 这个皱指的顶端 就是后膝 后膝的意思 就是手掌后边 比较低洼的地方 像一条河一样 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另外一个手 按压这个穴位 按到有酸胀感的时候为止 我们甚至于可以 看我 把自己的后膝穴 按在桌子脚上 桌子脚一般的是尖的 是吧 这样的话 会起到很好的效果 比方说 工作了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了 把两个手 放在桌子脚上 摩擦一下 就可以逐渐逐渐地达到 降脂的效果 这是第一个穴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穴位叫做风龙穴 如果我们把自己的 膝盖和腿 成一个直角 那么从膝盖边缘最高点 到外怀的最高点 做一个连线 中间的部分 就叫做风龙穴 传统的中医认为 它可以化痰 中医管血脂膏 叫做弹尸肾 老百姓不是说吗 鱼生火 肉生弹 白菜豆腐 保平安 如果我吃了肉了 吃的比较多 风龙穴 这样的话 就可以防止血脂 生得太高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 三阴胶穴 三阴胶穴 是女性 非常重要的一个穴 什么叫三阴胶呢 人体的经脉 在下肢的内侧有三条 第一条叫做足太阴经 第二条叫做足少阴经 第三条叫做足掘阴经 分别位于我们下肢小腿的 前后和中央 这三条经脉 在内怀 上面三寸的地方 交接在一起 所以叫做三阴胶 区发很简单 把我们的手 平平地放在内怀尖上 四个手指相并 放在内怀尖上 那么上面这个部位 就叫三阴胶 颈骨的后圆 按压的时候 有非常强烈的酸胀疼的感觉 那么说明你的位置选对了 女同志经常揉按这个穴位 可以防止月经失调 当痛经的时候 揉按这个穴位 可以减轻肚子的疼痛 对于有高血脂的人来说 它可以降脂 好的 这是三阴胶 学对女性特别好 来看第四个穴位是什么 第四个穴位 可以说是我临床上 非常常用的一个穴位 因为血脂过高 这个人非常痛苦 一天到晚昏昏沉沉 什么都不想干 光想睡觉 可是睡去又不踏实 那么我就会让她 保持这个姿势 看我 手掌直立 然后上臂和前臂成为直角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道肘横纹 肘横纹的尖端是什么穴 告诉我 穴穴 是躯穴穴 对 如果我们把三个手指 放在躯穴穴上 那么这三个手指的前方 大筋上有一个穴位 叫做手三里 如果把手三里这个大筋 按到骨头上 会有一张非常强烈的 酸胀疼的感觉 病人会感觉到 好像一股或者两股热气 向头上一冲 于是脑袋从上往下 慢慢慢慢就变得清凉 所以这个穴位 对于那些血脂过高的人 头晕脑胀的人 整天昏昏沉沉的人 是一个非常好的穴位 好的 特别感谢王教授 如何通过色诊 观察血脂问题呢 节目现场也邀请几位观众上台 接受王教授色诊 王教授又在他们身上 发现了什么问题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那咱们本期的话题呢 就是高血脂了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想要了解更多有关于 高血脂的相关知识的话 也欢迎您散发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关注大一本草团的 官方微信订阅号 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那每一次看到王教授呢 就会想到一个词 就叫做色疹 对啊 每次王教授 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就特别期待这个环节 通过色疹来告诉我们 哪些疾病 应该怎么治疗 没错 那接下来呢 我们也请王教授 我来看一看咱们现场的观众 有没有高血脂的一个情况 好不好 来 有请 周大年龄 57 往上看 往下看 看看舌头 好的 周大年龄 我今年55岁 看上边 看下边 看看舌头 看上边 看下边 周大年龄 今年59 好的 我们台上 现在有三位女士 这三位女士呢 都有一些问题 她们两位 都有血脂高的情况 她呢 有 但是程度轻一些 我身边的这位女士 她呢 体胃不好 平常吃完了饭之后 肚子胀 打嗝 大便也不好 睡眠也不踏实 梦多 时睡时醒 有的时候睡不着 有的时候醒得早 而且呢 她非常容易咳嗽 有的时候会觉得 胸憋闷胀 颈椎和腰椎都不太好 这是第一位同志 那么第二位同志 你看她的眼瞼 是比较松弛的 眼泡是比较肿胀的 这是刚才我所讲过的 血脂偏高的一个真相 她的血脂也高 而且她的血压也高 脾胃也不好 这是她的三个 主要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 她的问题 一个是颈椎的问题 一个是腰椎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 她的皮太急躁 对 从小就急 而且呢 她脾胃也不好 所以呢 每个人尽管有不同的情况 但是呢 她们的脸上 都有特殊的表现 那这样特别感谢三位观众参与 稍后呢 也将又有一份 曹清华提供的精美礼品 送给三位阿姨 好不好 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 刚刚王教授给三位观众色诊 真的非常的神奇 都觉得特别的准 就想问一下王教授 通过我们脸上哪些部位 能够诊断出这些疾病的呢 我曾经说过 最好的诊断的仪器 是在我们身上 尤其是反映在我们的脸上 那么我们可以看看 这三张图 就是我们的自己身上的诊断仪器 那么血脂膏 究竟会在脸上 有些什么表现呢 第一个表现 这是耳朵眼 耳朵眼前面有个耳平 耳平有个对耳平 在耳平和对耳平之间 如果血脂膏的人 会出现一条45度的斜的皱褶 一开始是轻轻一条纹 最后呢 是深深的一道钩 这条钩 我把它叫做耳者心征 在耳朵上出现的一条 和心脏有关系的这么一个征兆 可以互相看一看 而且呢 它不但血脂膏 而且血脂已经影响到了 心脏的血液供应 一般来说 都有心脏的供血不足 所以它叫做耳者心征 耳者心征 对 这是血脂增高 出现的第一个征兆 实际上 我们全身 所有的脏腑和形体肢节 都在我们脸上有表现 心脏是在哪呢 心脏是在我们两个内眼角 中间的这个部位 反射区 对 所以呢 这个地方是和我们心脏密切相关的一个部位 好了 如果这个人血脂高 那么会在两个内眼角之间这个部位 出现一道横纹 横纹 然后慢慢慢慢地变成折 慢慢慢慢地变成一道沟 越深 说明他的血脂越高 血脂高的时间越长 一开始是一道 有的人会出现第二道 有的是会出现三道 这种人 往往不但血脂高 而且已经影响到了心脏的血液供应 年轻人知道 有一个黑人的歌唱家 全世界文明在全世界去巡演 突然就有一天在演出完之后 失踪了 于是侦探立刻进行了调查 最后发现 这个女演员死在她所住的总统包间的浴盆里 于是 所有的新闻记者马上就报道 第一个说法 说是这个女演员是吸毒者 演出之后吸毒过量 死在浴盆里了 后来经过解剖 她没有吸毒 那是什么原因呢 第二个人又出来了 说这个女演员是个嗜酒者 她演出了结束了之后累 喝酒了 于是她喝酒喝醉了 死在这浴盆 因为这个浴盆很浅的 只要双手一撑就起来了 结果呢 在她的血液里边 没有发现任何酒精的成分 于是大家都在催测什么原因 我就把她的照片拿来一看 她的整个的 这个心脏的色部 界限分明的是青黑的 什么原因死的 高血脂 冠心病 为什么死在浴盆里了呢 因为她演出比较累 心脏缺血 她又躺在这个浴盆里 一拿热水一泡 周身的小毛吸血管一扩张 心脏更缺血 死了 后来尸检出来了 果然是因为冠心病死 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 著名的演员 突然间死了 是不是啊 那么你们现在回去 再看一看他们的照片 就会发现 他们这儿 都或深或浅的 都有气色形态的变化 都有这道纸 所以这个方法去诊断 高血脂和心脏病 是非常灵验的 我管它叫做 鼻者心征 这是耳者心征 这是鼻者心征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 那么第三张图 我们是看眼睛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所以当心脏出现问题的时候 那么在眼睛的 黑眼人的周围 就会出现一圈 银灰色的圈 灰色的圈 在医学上叫做老年环 如果还不到老年 就出现了这个真相 这实际上呢 是高血脂的一个典型的真相 实际上呢 我刚才讲过了 我们身上的皮肤的厚薄 是不一样的 脚跟的皮最厚 眼皮最薄 所以当血脂增高的时候 血脂在血液里边 太年稠 没有地方去 它会逐渐沉积在 我们的眼睛周围 甚至于会鼓出一块来 小肉瘤 这叫做黄色素瘤 有的人是一点 有的人是一片 严重的时候 甚至于半个眼睫 全都是这样的 黄黄的 凸起来的一个斑块 一般来说 是在内眼角上方 比较明显 这种情况是标志血脂 增高的已经非常明显了 因此 如果我们看到 一个人的脸上 出现了一个 两个 甚至于三个 这样真相的时候 高血脂 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了 所以呢 通过观察人的脸色 可以诊断疾病的 所以可以通过观察 耳朵 鼻子和眼睛 来看看有没有高血脂的情况 查眼观色 诊病断症 是中医色疹的特点 通过王教授的讲解 我们了解到 眼睛 鼻子 耳朵 是观察血脂问题的主要部位 当出现耳者新增 鼻者新增 则是高血脂 在身体上的反应表现 弘扬中医文化 汇聚权威专家 尽在大一本草堂 那么刚才 王教授教给大家的 这几个方法 来判断 是不是有高血脂的知识 如果大家没有记下来的话 也没有关系 欢迎您 小秒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大一本草堂的 官方微信订阅号 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那刚才呢 王教授教给大家 如何通过色诊的方式 来看看自己 有没有高血脂的情况 那我听说您今天还带来一个 可以降血脂的代茶饮 是不是 是的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的 赶紧来看一看 王教授为大家准备的 这个降脂饮 到底是什么呢 这个很多人 愿意减肥 很多人愿意降脂 但是又有顾虑 对 我全能说 你都不想让它 对 我还不想让它 你 没א de 可以 别说 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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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